HELLO 大家好,我是啤酒Z 安黑 DLC上市后差不多玩一个礼拜了 今天我要来和大家分享第六赛季的心得 在开始之前先提醒一下这支影片会有小爆雷哦 这次我也会帮大家分类 看看会玩ARPG的朋友都是什么样的玩家 不过以下内容都是我个人的感受 大家都是独一无二的,肯定会有不同的想法 欢迎你们在留言区分享自己的心得 1.你是享受剧情的玩家 剧情的部分我之前在影片中用非常热情的声音跟大家说 哇哦,我真的好期待接下来的剧情 为什么交给我选择 莉莉丝在我体内 而莫菲斯托对我低语 那时我玩到聂瑞尔问主角 为什么当初要让他做这个决定 他只是一个刚失去母亲的小孩子 主角回他因为他身体里有莉莉丝的血 连主角本人都不确定自己在面对莉莉丝时会不会出事 接下来DLC上市时 我期待看到聂瑞尔和主角一起成长 一起对抗莫菲斯托 结果当时我玩到的剧情居然就是最高潮的地方 我实况台大部分的观众都对这段剧情的结尾感到非常生气啊 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打败莫菲斯托 只是击败了他的分身而已 最后莫菲斯托告诉我们 你们不会成功的 你们只是打死我的分离艇而已 哇哦 除了打分离艇很空虚之外 还要被莫菲斯托这样抢 真是气炸了 好啦,激动的部分就到这边 接下来我要理性的跟大家聊聊 好好冷静下来想想 这种游戏的重点其实在于打宝和机制 最重要的是技能特效和外观做的超帅超酷 剧情如果只是莫菲斯托又被封印 然后再去封印大波罗 这样世界就会和平 大家就会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并没有 他们七大魔王可是不会死的 他们可是可以演最久长寿剧的演员啊 这次闹完又会有下一个世代的新主角 所以…好吧 还是有点生气没能打到莫菲斯托 不过想想看 干嘛对ARPG游戏的剧情生气呢 动画还是很好看啦 2.你是速度破关系玩家 这类型的玩家数量相当多 现在看起来大部分的玩家都是属于 被鹰在手打蜜之肘 或流放领主鹰之呼吸 现在还有最新的 决心流 目前投入很多时间的玩家 已经可以用这个流派突破100层 针对这类型的玩家 我在巴哈和实况上观察到的情况 大多是已破关复完了 因为达成破关后 往往缺乏目标和动力继续玩 对于速度破关型的玩家来说 这款游戏的内容确实容易耗尽 因为网路攻略传播迅速 许多善于研究的玩家 早就将其他玩家需要花一个月玩的内容快速清玩 这些玩家掌握足够知识来赚取金钱 并在拍卖场购买更强的装备来提升自己 他们的雕纹等级甚至老早达到了八九十等 并拥有大量升级素材来强化装备 当暗黑设计师说 100层就会非常困难时 这些玩家早已用最强流派轻松突破 我认为第六赛季也一样不太适合 喜欢快速钻研攻略的玩家 因为游戏深度很快就被摸清看透了 除非在达到这种强度后能以此获利 否则多数人在破关后 可能不会再想尝试其他相对较弱的职业和流派 细想之下 这似乎源于魂灵师流派的过度强势 破坏了游戏原本应有的进程 当其他流派或职业还在挑战 八十九十成时 魂灵师流派已经开始快速带领其他流派 进行更高效的碾压升级 部分玩家甚至使用一些违背游戏机制的方式来强化 这加速了许多玩家的毕业时间 让一些玩家过早的退出游戏 这样的情况实在不利于游戏的健康发展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现在正好处于探索的阶段 或许你刚在疑惑 为什么四十五等的雕纹还没有传奇升级 这也恰好说明这游戏非常适合你 每次打到一件好装备 装上去感觉自己变强一点 就能让你感到快乐 可能你前几天刚买了暗黑加魔兽的外观 现在刚完成主线 并再询问如何进入苦痛一 你心想 我能打赢大秘二十成吗 不然先准备一下再挑战 一次过了它啊 接下来你们运用之前赛季的经验 开始为装备做一些小升级 但由于素材有限 只能选择性的更换一个威能 检查一番觉得应该没问题 于是尝试挑战 结果真的通关了 回想起昨天花了一个小时打到的装备 确实带来了提升 现在你觉得自己可以去看看苦痛一了 这就是我认识的一般玩家 也就是不看实况默默玩游戏的朋友们 他们并没有比较笨 他们只是喜欢这样玩游戏 我每次贴我的懒人包影片 他们都不想看 因为他们不想要看别人玩过的东西 他们只是时间比别人少 玩很慢 所以了解的比较慢 当然有些人也是会超流派 但因然还是玩很慢 今天上来打一小时 看打到啥 雕纹可能才练个五等就下线了 这也是在玩游戏 这种玩家就不是在比谁最快速破关 他们只是慢慢的在理解 这游戏到底在干嘛 这也是我玩游戏的方式 只是我可能会练个五十等才下线啦 啊 我就是这种玩家 天天有一个观众跑来跟我说 玩这种游戏操一操就好了 自己研究流派干嘛 我回他 可是我喜欢自己研究的过程 然后他就说 那我是不是在骂超别人的都是低端 我说我可没这样说 那个是你说的 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成年人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癖好 我跟你说我喜欢看个性 慢慢享受理解的过程 你跟我说 不 脸才是最重要的 我尊重你觉得脸是最重要的 但你说我是不是说看脸的人都很敷衍 这就不对了吧 看脸也很正常啊 我喜欢看个性也很正常 有人不看脸只看腿啊 还是要尊重彼此吧 好啦 拉回主题 所以我还在很快乐的东玩玩西玩玩 还想要魂灵师玩得差不多后 也去试一下德鲁伊 看看到底有多难玩 如果你玩游戏的方式跟我一样的话 那憎恨之躯除了剧情让我小失望之外 其他的还可以啦 不过黑暗堡垒的部分我觉得很妥协耶 那感觉就是魔兽的爬塔内容 跟我想的双人成型模式不太一样 他如果改成每周黑暗堡垒宝箱会开十个装 并且一个装必定是二太古以上 那我就会打了哈哈 我也希望虽然他们主打让游戏难度不会过高 让新手也能直觉的做出选择 这主题很好 但煉狱大军是否可以设计的更有趣一些呢 例如让选择了魔魂词条影响掉落了物品 这样玩家的选择会更有意义 现在有一些选项真的非常烂 选到后面都会让你觉得在浪费时间 选择好一千魂 选不好剩下五百魂 打一场还很久很快就会腻啦 4.结论 我开台那么久观察到的玩家形态大概就长这样 当然还可以再讲一种就是获利型玩家 但是暴雪是禁止这种行为的哦 所以这边就不聊了 总结来说暗黑破坏神第六赛季虽然剧情部分有些遗憾 魂灵师强度逆天破坏平衡 全世界都在玩魂灵师 看来看去都差不多 但喜欢暗黑这个IP的人 除了碎碎你也骂一骂 心里也都希望暴雪他们能听到能改善 还有更多默默的人就是静静的在打电动而已 要怎么在游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也是玩游戏很重要的课题啦 哦对了 对于要先买来玩还是先等特价这问题 我还有另一个看法 其实很多人默默的在浓外观哦 有一些绝版的外观真的是蛮好看的 这也是暴雪游戏厉害的地方 像这次斗阵也是跟魔兽合作 斗阵还跟我英合作咧 就是有一群人在默默的收集外观啦 就跟在steam买游戏但不玩一样 所以有好好的解战斗通行证还是有差的哦 有些绝版的东西就一堆人在问 但都绝版拿不到啦 所以不要再来吵架说谁谁谁是盘子了 大家就有自己的癖好吼 快让这块巨大飞铁动起来 这就是今天的新格文啦 老样子订阅按赞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